大家好,今天由菲菲老师和大家分享到我们最强大脑记忆的方法是 如何运用我们会投的方法,我们来过考试 那前面跟大家分享的是如何记笔记 其实你可以理解它没有太大的区别 笔记记好了,我们才能更好地去通过考试 你不要一看到考试就觉得,哇老师,这个考试对我来说太难了,太不好过了 No,其实考试特别简单,只要我们把该记的东西都记住了 要考的东西都能背得下来,其实就可以通关考试 所以它只是一个形式而已,之所以我们考不好是因为没有底气 我们记不住,那么现在学了方法,我们就可以运用会图的方法 我们来尝试把所有要背的东西都记下来 那今天我们来看一下,那首先还是会跟大家分享一下 常用的会图过考试的方法有哪些,以及如何通过这种会图方法 我们去过考试以及它的运用 那首先我们知道,会图过考试的方法呢 一般情况下我们把它分成这三个类别 把前面所讲的一些线形那些我们先去掉 我们常用的一般就是图文结合或三色或者是四维导博的笔记 那么图文结合我们前期讲了不过多句说,我们直接来看啊 用图文结合的方式,特点就是非常突出,一目了然 它不费脑子,你就这么点,它是不费脑子,非常的有助于提高我们的记忆能力的 而且,你用这种方法去过考试的话,它能更了解这个知识点的一个重点信息 而且我们可以在旁边做一些批注等等 那我们来看啊 记住,图文笔记的应用范围一般情况下 在传统笔记的基础上加以绘图 就你不是完全的去抛弃以前的这种笔记的一些方式啊 你是在它的基础上加以利用 以及较为短的这些考点知识是比较适合 比如说生物化学实验啊,物理数学定义啊等等是比较适合 再比如说语文的古诗词,政治类的一些定义,文科知识点等等 我们都比较适合图文结合的方法 但你说如果是那种特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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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的内容 那你就不适合说把所有东西全部都绘图记一下 那它要写的很多,那你就需要给它分段落再去记 这个我后面再讲,因为长一点内容 我们一般情况下先把它的重点梳理下来 比如说用思维导图就可以梳理整个的重点内容 我们再看一下啊,举个例子 比如说人体的自我条件 你看,神经系统的组成 你看 这是一个名词解释,对吧 主要由神经组织组成 分为中枢神经系统和周围神经系统的两大部分 中枢神经系统又包括脑和脊髓 对吧 周围神经系统又包括脑神经和脊神经 那我们来看一下 像这样的东西我们怎么样去记忆 你看 神经系统的组成 神经系统组成 这是我们看不见 但是我们知道 好吧 你看 他所用的文字是我们不太常用的 很多人说 这是医学类的内容 我们的医学生对于这样的知识点 总会觉得不好记 记住 心念一转 你之所以觉得不好记 是因为你看到的是文字 我把文字转换一下 我们看它变成了画面感 那就容易了很多 我说了 你永远记得 它究竟想要表达的东西是什么 我们来转换一下 你看 我们用图文结合的方法 这种是思维导图 但是呢 思维导图和它又不太一样的原因 是因为思维导图的 每一个分支上面 它的内容特别少 而这种呢 相对来说 你可以用一段话来去表达 它把这些知识点 更好的去分类出来 那我们来看 神经系统是合一 对吧 整个的 它又分成什么 中枢神经系统 周围神经 中枢神经里面有脑 有脊髓 对吧 然后周围神经里面有脑神经 也有脊神经 你看 我们是不是给它逻辑关系 搞清楚了 然后脑呢 大脑 小脑和脑干 然后脊髓呢 是脑的一个躯干 对吧 内脏连接的一个通道 你看 你看 这不是容易了 然后我们再进行一个笔记结合 它的逻辑是由大慢慢慢慢慢慢缩小 慢慢慢慢帮你去了解它 你看我们来画一个神经元 对吧 神经系统 中枢神经系统 对吧 然后周围的 周围有哪些 你看脑 画一个大脑 记 所以有哪些 对吧 然后你看 图文结合是不是更容易记了 因为它本来表达的就是我们的大脑 表达的是我们整个的一个神经系统 文字只是作为表达 那你看加上图以后 是不是就容易了很多 你在记的过程当中 其实是你大脑理解的过程 你有没有思考过 你通过什么去记 你通过什么去回忆 你是通过你感知到了这个画面 你是通过你理解了这个事情 你是通过你了解了啊 这个知识点 它背后的逻辑 然后你把它回忆起来 是不是 所以你可以去绘画 这个不难啊 你说老师我画的没有它那么好 你不能画的那么好 差不多就行了 又不是说去考试画画 所以这个不用纠结啊 再比方说我们的三色笔记 三色笔记 那我们前面也讲了 不过多再去讲了 三色一般情况下 我们选三个颜色就可以了 选三个颜色 然后呢 重点内容用什么颜色 然后次要的内容用什么颜色 对吧 自己去区分一下就OK了 在这里面注意一点 三色笔记过考试的步骤 第一 三色勾画法 红色表达重点的记忆内容 就你一看到颜色 它是用视觉去区分的 图文结合 你是用逻辑关系 左右脑结合 而三色是直接用视觉来区分 对吧 红色代表重要的内容 蓝色表达次要的重点内容 对吧 以及较难理解内容 黑色表示算是不需要去记忆的内容 或者是简单需要理解内容 那知识点的把握 就是日常我们需要注意一些 知识点的一些细节等等 然后多注意一下 特别注意多选题的知识点的一个提示 然后我们再去复习 再去复习 那一般求人家三色笔记的应用 英文词性或者语法类的知识点 我们用它比较多 语文文章的知识点 文言文现代文 以及理科类的知识梳理 我们会用到这样的一个方式 我们可以看一下 比如说 简述一下基础教育课程 改革的具体的目标 改革的具体目标 你看 一二三四五六 对吧 六条 实现这个课程功能的转变 对吧 改变课程功能 巴拉巴拉 念一遍 记住 摄取处理储存体 永远记得万事万物 不离这个底层逻辑 你看 找关键词 首先这样它讲的是什么 它是它本来的样子 用它去了解它 用你去理解它 记忆法 可以记忆它 找关键词 你是不是可以用红色呢 标出来它的关键词 对吧 你可以用红色呢 去解决它的一个关键词 然后呢 你还可以系统呢 再来了解一下 哪些地方是重点内容 然后你把它逻辑 思维能力整理出来 对吧 用三个颜色 比如大标题标记出来 对吧 一般请问一下 我的习惯是 用红色 把它的关键词 都表达出来 然后呢 以及我先把它关键词 记完之后 我看看能不能 还原它的重点内容 我还需要借助 哪些关键词 了解它重点内容 如果需要的话 把它再标成蓝色 剩下的灰色 或者黑色 基本上就不用去管它 那种就是属于皮毛的东西 你不用过多在意 你把骨髓框架 找出来就可以了 把骨髓框架找出来就可以了 所以呢 一般请问一下 注意啊 三色笔记的一个注意事项 是提型的步骤 然后呢 首先你要知道 有一些依错点 提干 答案什么的 你要把它找出来 然后关键词分析 再用这个三个颜色 你再去确定一下 比如说用哪个颜色 代表着什么 一般的情况下 你要固定下来 比如今天红色代表这个 明天红色代表那个 就不好去记忆了 OK 再比如说思维导图 那我们来看一下 思维导图就是 我们清楚 重点的突出 提高学习工作考试的效率 提高我们的记忆效率等等 用思维导图过考 是牛眼级的 我们不是通过它把考试过了 而是通过它记笔系的过程当中 轻松的让我们有底气的考试 一般请问一下思维导图 拥有的范围就是 知识点的梳理 以及章节 或者是单元知识点的梳理 以及文学类知识点的一些梳理 这是我们常用的一些 那我们来看一下 那我们来看一下 比如说我们用它记忆手诗词 对吧 记忆手诗词 那我们来看一下 那我们来看一下 提赫林 四 松舍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怎么去记忆啊 李舍的 唐朝的 你看 终日昏昏 醉梦间 那你出一个画面 你有什么样的感觉啊 什么样的感觉啊 哇 每一天 哎呦 有昏昏的感觉 哇 这个醉梦间 你其实可以通过它的一个文字 你来去感受一下 你通过它的文字感觉 忽闻春近 墙登山 因果竹愿逢僧化 偷德 浮生 半日 你看这是我们 哇 一个千古名句 是吧 千古名句 你看你出这个画面感 首先 你看我们通过它的一个原意 我们出了一个画面 对吧 我们出了一个画面 我们要理解它讲的是什么东西 我们要理解它讲的是什么东西 你看 无意间与这位高僧 闲聊了很长时间 难得在这纷扰的事实中 暂且得到片刻的情形 有的时候我们会发现 为什么我们很忙 忙的原因是因为 我们自己让自己很忙 其实在盲目的每一天 我们如果能静下心来 真正思考我们究竟要什么 把最重要的时间 给到我们最想要的事情上面 其实每一天都非常的棒 每一天都非常的愉悦 每一天都非常的快乐 飞飞老师呢 最近就有这样的感觉 我觉得把时间 给到最重要的人 给到最重要的事情 每天做自己想做的一些事情 是一件非常幸福的 当然我每天也要做很多的事情 但是你会发现 当你真正知道 你想要的是什么的时候 这种感觉非常的美妙 没办法 只能自己去实践 OK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大概的作者简介 我不过多去说了 你自己大概看一下就行了 了解他的背景 了解他的一个出处 了解他的一个意思 了解他整个文章 了解他整个的一个诗词的一个内容 你看作者背景 对吧 然后你有什么启发 文章内容 你看通过思维导图的方式 思维导图的方式 让你对这首诗词 有一个深度的了解 你看 思维导图它本身可以直接记住这首诗 它也可以帮你做这首诗的 整体的认知和整体的了解 是不是都可以 是不是都可以 再比如说用思维导图 我们来进一些政治啊 历史啊 或者是做一些计划呀 等等 包括一整本书的一个记忆 对吧 包括一些学科考试的一些知识内容 都可以啊 这个都可以 你看包括把函数的一些知识点 相关的知识信息 做上导图 这些都OK啊 这些都OK 你要注意一点是什么呢 思维导图过考试 你首先得知道要考的东西是什么 建 思维导图过考试也好 绘图过考试也好 三次笔记也好 或者是我们讲的这一个图文结合的方式 过考试也好 首先你得知道你要考的内容是什么 你把你要考的内容的整体 比如说你得有一个大方向嘛 你要考60分 你得知道哪些知识点 你想考100分 要知道哪些知识点 那你把这些知识点 然后分门别来 你可以有个大的一个框架 对吧 大的框架 你先说 哦 我只要知道这些知识点 我就能拿60分 再知道哪些能拿100分 你把这些知识点整体罗列下 弄一个图文结合 或弄一个思维导图 可不可以 你至少有一个框架 然后我们在这个框架以内 我们再来续标记 比如说考点1 考点2 考点3 考点4 考点5 考点6 考点1里面有哪些知识点 是必须要掌握 必须要熟悉的 那我们再用什么方法 比如说再用小的思维导图 或用三色笔记 或用图文结合的方法 是不是可以了 它可以大 也可以小 可以整体 也可以分散着 所以呢 你一定要切切 首先你要知道 你要考的内容是什么 然后决定 你用什么方式 表达你想要考的整体内容 然后再逐一的去做 所以呢 在制作过程当中 要梳理思路 深刻记 然后思维导图 是一层一层发散下去的 你是做整书的 还是做这个 每一个知识点的 是大的还是小的 自己决定 今天呢 有一个作业 什么作业呢 无论你用哪一种笔记的方式 做一个考试知识点的相关笔记 菲菲老师给大家的建议是什么呢 我建议你先做整体的 你有余力的情况下 再做那个分类的 你都可以尝试 首先思考 你最近要考什么 这个考试 你怎么样能考高分 对吧 它的知识点 必备的知识点 有哪些 你掌握了哪些知识点 一定可以考到那个分数 你用思维导图 用绘图 或三色笔记的方法 把你的框架目标 先给它定出来 然后我们才知道怎么办 不然你会发现 你永远有考试 你永远想过考试 但你永远发现自己考不了高分 因为你连目标都没有 你很用力的拉弓 但是你连靶子都没有 首先先有个目标 知道的目标 要有规则 要有策略 绝规目测 所以小伙伴们 赶快去做吧 做大的也行 做小的也行 不管是哪一种 一定要去做 好了 小伙伴们 今天留给大家更多的时间 赶快去做我们的考试 知识点的笔记绘图吧 那我们今天先到这里 期待着小伙伴的笔记绘图 然后再来看看小伙伴的笔记组图 然后再来看看小伙伴的笔记组图 再来看看小伙伴的笔记组图